追求健康身體健美體態 臺灣這幾年吹起一股健身風 可以抽姿勢 雙手拉開還不夠 繼續撐到底 就有一名36歲的余先生 健身資歷有7年 但兩個月前進行重量訓練 一個不小心 居然導致胸大肌斷裂 有時候在往上推舉的時候 就不知道為什麼 就突然就是手部就沒有力氣 然後當下以為是肌肉拉上 胸大肌斷裂最明顯的症狀 是會先聽到啪的斷裂聲 伴隨劇痛 對日常生活雖然沒有力氣影響 但是會雙手無力 想要回到原本的運動長度 幾乎沒有辦法 但這個症狀往往會被誤診為 肌肉拉傷延誤治療 胸大肌它一旦斷裂以後 它會回縮 那你放了越久 你將來要拉回到原來的附著點的話 會有困難 所以說將來要是 後續拉不到那個長度的時候 我們變成要去 拿別人的韌帶來做重建 除此之外 斷裂處也會有肌肉凹陷 對於追求健美體態的人 往往是外觀致命傷 追求健康身體過猶不及 想要避免運動傷害 充分的熱身 與正確的斷裂姿勢 還是根本 才不會健身不成 反倒傷身 大海新聞 檢園及台北報導 事故